娘娘,德贫发现的那具尸体已经泡水太久了,认不出来是谁了,只知道是个宫女,穿的宫女服饰,要继续查下去吗? 在这紫禁城里,最多的就是冤魂吧。 在宫里得罪主子死的宫女,还少吗? 这事不宜闹大,毕竟是后宫丑闻,只怕查出来是某位嫔妃所干,会影响前朝。 好,按查吧,没有失足证据,不要给皇上惹麻烦。 是,奴婢明白了。 刘总管,今日约您出来,是我们德贫娘娘有事相求。 我只是个奴才,德贫娘娘有什么吩咐直说就好。 刘总管,这是皇上赐的夜明珠,主子说赠予您,希望您能帮主子在皇上面前多美言几句,日后主子复宠了,忘不了您的好。 哎哟,德贫主子太客气了吧,这奴才可担当不起啊。 其实吧,咱们皇上没有忘记德贫娘娘,奴才有信心德贫娘娘很快就能复宠了。 那就多谢刘总管了。 你急着找本王来,不怕被人发现?是不是想本王了? 王爷还有心思开玩笑,我都要急死了。 怎么了? 游喜了。 什么?游喜了? 是啊,怎么办?如果被人发现,我就没命了。 别急,本王有个办法,你可以靠这个孩子得宠,一旦你怀上龙子,那就是母平子贵。 这样行吗?我都没有事情过。 当然行,事情可以再想办法。得宠后还能帮本王完成大业,来日本王如果能当上皇帝,你就是皇后。 真的吗?你不会骗静轩吧? 本王发誓,若有负于静轩,本王就不得好。 不要说了,静轩相信王爷。 那你要尽快事情,不然就瞒不住了。 嗯,静轩会想办法的。